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微优异三 今天是第24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坐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按键修饰符 对 微优异中给咱们提供了 可以真听键盘按键事件的方式 它是以修饰符的方式体现出来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微优异中真听键盘事件的方法 首先说咱们一般上网对吧 咱们聊天也行 咱们是编码也行 咱们都有敲键盘对吧 那么在敲键盘的时候 您认为哪些个键是最常用的呢 微优异官方给咱们总结出来几个 咱们看看是不是咱们最常用的啊 比如说大家请看 回车键 按个回车 对吧 Tab键 对吧 删除键 Escape 这个键盘左上角 对吧 然后空格键 上键 下键 左键 右键 大家请看 这几个键 是不是都是最常用的 对 微优异中给咱们提供了简单的真听这些个按键事件的方法 一会咱们会看到 当然了 这些个事件我不可能都给你讲到 我就给你讲一个好不好 OK 接下来 系统按键 比如说哪些系统按键呢 您看看您的键盘上是不是有 Ctrl 对吧 Alt Shift 如果您是Mac电脑 还有这个Command键 对吧 微优异中也提供了监测它的方式 因为它是系统级键盘 因为它是系统级键的键 对吧 就是说一说 它的监听方式略有不同 是这样 咱键盘上有很多很多的键 不管你是101 108 10几 对吧 这些键呢 咱该如何找到 该如何知道它的定义呢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提供了一个URL 这个网址记载着所有按键的定义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给您访问一下 这个呢 是Mozilla的官网 同时它支持中文 没问题吧 OK 这里面呢 就是咱们键盘说 或者说是咱们的流感器 可以监听到的 所有的按键的一栏表 您查这个文档就足够了 OK 咱们先少许马上回来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 先少许马上看一下 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内容 大家请看 一上来 咱们还是怎么说呢 分成两部分讲 一个呢 是HTML部分 一个呢 是Java脚本的部分 咱们先看GS的部分 我给您举的呢 还这个添加预定管理预定的例子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一个添加预定的文本 然后呢 是预定的这个数组 没有问题 下面这个函数呢 是直接往数组中添加一条预定 这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HTML的部分 那这里面首先说 我做了一个表单 对吧 然后呢 阻止表单向服务器提交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有一个拉表 这个没说的 然后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是个input 对吧 这个input 所以用Vmodel绑定一个变量 这个没说的 以前咱们都讲过 然后咱们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input 咱们在这个文本框里面 竖各种各样的值 对吧 那么咱们就要真听了 就是说当按键抬起的时候 咱们真听的是这个keyup 对吧 当这个key抬起来的时候 一般咱们学过这个GS 编程都知道什么 keydown keyup keypress 对吧 如果当这个用户按键 按下keydown的时候 咱们不激发 当keyup 用户 你手里抬一下 你不用总按着一个键不放 对不对 抬起来的时候 那么他会真听 如果您按的这个按键 是回车键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 这行代码代表着 当按下回车键 并且回车键抬起来的时候 那么就激活这个函数 好理解吧 OK 接下来咱们再看 非常的简单 API 同时比如说 咱们按下一个按钮 对吧 以前咱们就直接add click 那么就点击激发 对吧 今天咱们加上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 也就是说 大家请看 我必须按住control键 再点击按钮 只有在这种前提下 它才会激发这个函数 激发这个事件 好不好 同时 大家请看 接受鼠标右键点击 也就是说 大家请看 下面这个按钮 它虽然接受unclick事件 但是这个地方 我指定了一个修士服 write 也就是说 它仅仅接受鼠标 右键点击它 左键点击是不起作用的 好不好 咱们就看一下 今天这个演示代码的例子 OK 马上我给您建个文件 咱们试一试 好 考上咱们的基础的模板文件 模板代码 咱们今天最新版本 还应该是VUE3的RC9 还没有出最新的版本 然后咱们考虑上咱们的课件代码 好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是第24课 这先把它关掉 咱们刷新找到24 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是按顺序排 我看24在哪了 眼爱宝石 在这了 OK 然后咱们点击 刚才我建的这个index文件 点击注意看 进来了对吧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可以接收 什么 接收回车 咱们回到这 大家请看 接收回车 然后是key up 当点回车 然后抬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激发 试一下 比如咱们添加一个内容 111 没问题吧 注意看 我一回车 大家请看 直接上来了吧 没问题 再输个22 没问题 回车就能够响应 同时 我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 比如说我输444 我按下按键的时候 我什么都问 我只是用鼠标点击 大家请看 并没有任何的激发 对不对 那么当我按住 Ctrl键的时候 对吧 再点击 注意看 追加一条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 Unclick 点Ctrl 生效 对吧 必须你按下Ctrl的同时 再点击 它才会生效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再给您演示一下 右键点击 对吧 一般来说 咱们右键点击 它是不激活的 对吧 一般咱们都是左键点击 我先左键点击 没问题吧 咱们网页右键点击 是什么行为 咱们注意看看 这个是咱们右键点击 对吧 因为是这样 在这个 不管您是哪个操作系统 您如果使用浏览器的话 右键点击一般都是上下文菜单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就 硬性的让这个按钮 接收右键点击 因为什么 因为左键 它现在大家请看 我点了 稍等 不起作用 是因为我这个地方没数值 数值的时候点 它也不起作用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大家注意看 当我用右键点击 这个按钮的时候 大家请注意 大家请看 虽然上下文菜单弹出来 但是内容也被追加进来 没看清 再来一遍 注意看 击右键 这这两个号的 出来了吧 没问题 再来一遍 机油键 出来了吧 没问题 OK 这个就是简单的 事件真听的方法 非常简单 我认为VUE给大家提供API 让咱们编码轻松了很多 所以说 我是非常喜欢VUE 然后今后 我也会为VUE 再讲一些手机开发的课程 因为最后 可能我还主要是给您讲手机开发 因为是这样 我今后可能个人事业发展 也是想把手机开发 包括大负荷服务器搭建 以及手机开发方向发展 网页编写 也会做 但是我的工作重心 可能会向移动开发转向 如果和我有志同道科的朋友 咱们一起学习 好不好 OK 说多了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在VUE中 如何真听键盘事件的方法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您能够掌握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 好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